六台怪手同時舉高掉臂 就像敬禮的動作 在雲門催堤大樓前 排台站向罹難者致意 展現鋼鐵柔情 盛場負責拆除的五名英雄 協同花蓮縣政府各局處 一同在工地旁舉行祭拜儀式 除了祈求功成順利 更希望盡快找出兩名罹難者 如果挖到有相關警示 也有放了警示袋的位置的時候 我們就會先處理這個大體的部分 像一個困難的圍樓拆除 而且它的高度高達50米 在我們國內最高的重機器 也只有26米 拆除進度 預計在元宵節前後完成 另一邊受災民眾 也在努力安頓生活 慈濟志工從車廂 搬出兩張扶會床 送到房屋內 立即示範組裝方法 這樣才會 你要當椅子坐可以 這是原本住在白金雙新大樓的住戶 獨自照顧中風的母親和一雙兒女 正後曾短暫住到中華國小 最難忘扶會床帶給她安定的力量 讓我們睡得很安心 就是像有個家一樣 在中華國小就有床可以睡 為什麼我回到這裡租房子 可是我沒有床我忘記了 親自體驗簡便的收納和組裝過程 在鋪上環保毛毯 今晚不會再失眠 睡下去妳就舒服了 對啊 我覺得覺得好 我一看就是她 那麼巧 是啊 我們慈濟人就是這樣 能夠付出無所求 這是我們的福報 治公歡喜復出 當災難無情降臨 人間仍然充滿愛的力量 白新聞太林柯幸志 花蓮報導 持續來關心春節期間 雖然天氣回暖 但是有不少人都感冒了 根據機關署的統計 上週內流 OK